美濟宣布 大陸會議 大家好 今天阿網立爆 就要立一立政府應對山竹 這個超級颱風 有頭威 沒有美陣 就在10號波 隨下 改為8號波的時候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就在他的網誌那裡 就說 是對於這個山竹遠離感到恩惠 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感到恩惠 所以整個政府應對山竹的司令部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做事 不知道為什麼 是突然間停了 所以在應對山竹的第二階段 在這個危機的回應 就出了問題了 應急應變 就失不失機 再隨後 在善後 又失言失策 8號 轉3號 全香港幾百萬打工仔 準備一個鐘頭 準備兩個鐘頭 即六點七點 就要開門上班 就要出發了 教育局 教育局 率先宣佈 小學 中學 以至大學 都要停課 其實 教育局做這個宣佈之前 澳門的教育當局 就已經率先宣佈了 無論怎樣都好 香港教育局都做了這個決定 但是 停學 停課 又不停工 幾百萬打工仔 就要 開工的了 好了 當時 出到來 路 走不到 塞了路 車 乘不到 沒有巴士 沒有其他 的交工具 趕到去 鐵路站 誰知道 東鐵 馬鐵 這個 輕鐵 都斷絕和從 不能夠 是暢通 人山人海 迫在站那裡 等幾個鐘頭 都上不到車 當堂全香港的交通 是陷入癱瘓 政府手足無措 沒有什麼應變辦法 只是 在七點鐘的時候 新聞公布 呼籲市民 喂 你們上班 提早出門 要預算 不要 這麼容易坐到車 大概是這樣 此其事 行政長官 率領 問責官員 就見記者 還說 繼續認為 應對這個山竹 是安然道過 大家 在手機上面 在 收音機那裡 聽到 政府這樣說 現在 說安然道過 那些打工仔 正在 是好似熱窩上的螞蟻 叫天不應 叫地不聞 什麼粗口都出來了 政府竟然聽不到 大家想想 幾大的反差 幾大的落差 幾大的堅離地 所以 行政長官說 安然道過 打工仔說 喂 我們現在 正正是 逼緊 在個站裡 都未塞上的車 都未塞入的車 工又回不了 人工要扣 假期要扣 然後 掌今天要損失 你說 安然道過 那還不 堅離地 不慶就假的了 所以 在鐵路站 那些作家說 什麼粗口都出來了 全世界粗口都出來了 雖然 行政長官說 我特首就讓你出氣 我就覺得 這個是發晦氣說話而已 為什麼政府這樣掉漏 為什麼政府這樣堅離地 是不是因為 我們香港這個 一 真是由於八達通不適用 賜紙不知道在哪裡買 因此 就不知道 原來我們打工仔 之後早在 八號波轉三號波之後 原來 這麼辛苦 這麼艱難 都回不了工 他都不知道 好了 有打工仔 質疑政府為什麼 不實施停工 不宣佈停工 政府又說 法例 沒有給我這個權 我想都沒想過 這個根本不是我的方案 面對 乘巴士沒有巴士 有個奇境 九巴 絕大部分的巴士 好像火柴盒 排在 巴士的總廠那裡 是個奇境來的 要搭輕鐵 沒有輕鐵 要搭東鐵 馬鐵 不能搭 亂了 大陸 真是亂世家人 整個交通癱瘓 回不了工 抽不到小孩 政府 作為是父母官 竟然說已經安然到過 真是很脫離民情民意 這樣沒有同理心 那你又怎樣跟市民去同行呢 你又怎樣跟市民是真是同舟共濟呢 所以去到這個人為的災難出來的時候 又失言 又失策 造成很大的公關災難 這個事件爆發之後 直至三日後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這一位都曾經做過很久勞工局勞工處的官員 畢竟都真是知少少民間的聲音 就出來說 就說政府真是對當時的交通狀況是苦計不足 說政府真是需要去檢討這個停工的意見和政策 三日後 各位是三日 終於是政務司司長出來說這番說話 我覺得遲到都好過沒有道 我們回頭來看回政府應對這個山竹事件在第二階段 在第三階段 為什麼會錯得這麼離譜呢 我認為從公共行政管理來說 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這個災難不是不可避免 譬如說 為什麼政府在那個是應對這個風暴的緊急指揮中心 十號波轉到八號波之後 為什麼不掌握那個災難的實情呢 道路阻塞的實情呢 為什麼不知道呢 又是不是不知道呢 保安局局長 運防局局長 去了哪裡呢 為什麼沒有人出來承擔 沒有人出來指揮 沒有人出來去作出一個應對的決定呢 還大安主義說給打工仔聽 七點鐘的時候 喂你早點出門吧 他不知道出了門 沒有路行沒有車搭 翻不了工 還有政府呼籲老闆體諒那些員工 但是他知不知道 跟著 那些老闆就說 如果你不準時上班 就要扣人工扣假期 還要選擇你的佣金 你又知不知道呢 那真是很離譜 好了 為什麼 如果說 法例 沒有政府的 是 庫權 你說停工 但是為什麼政府 不呼籲 你的 十七萬多的公務員裡面 非緊急工作的公務員 可以暫緩上班 或者 一起放多一日假 來去應對這個場面呢 如果政府 肯帶頭做個好僱主 我想 其他的企業 其他的大的機構 都會響應政府 彈性上班 或者暫緩上班 或者甚至 非緊急的部門的員工 都可以停一日上班 這樣 整個社會都舒緩了 眾所周知 政府 已經將很多前線工作 外判 外判化 現在政府 手上都沒有了兵 怎樣去清垃圾 怎樣去鋸樹 怎樣去梳渡 完全沒有了兵 來去應急 更加離譜的就是 8號風球之後 先前三十幾個部門 大家協同合作 跟著沒有了影 好像環保署 食環署 他們的廢物轉運站 竟然是按部就班 照常時間 晚上11點半 就關閉那個廢物轉運站 一車車 垃圾車 車了 那些大樹的殘肢車 在垃圾轉運站的門口 排長龍 排車龍 送不上 運不出 你說是否很離譜呢 再者 政府 在這樣的狀況下 為什麼在8號風球之後 之前的部門協作 又全部停了呢 所以我認為從這個事件 各政府真的需要徹底猛醒 我留意到保安局說 在未來一個月的時間之後這樣上緊 就會召開 跨部門的總結 我認為太遲了 我覺得 立法會 開會之後 立即就要召開特別會議 去檢討 這一場 山竹政府應對的失誤 去找出原因 作出補救 這次 山竹都搞到這樣 掉漏 下一次來的榴槤 那不是很大劑 山竹都搞不定了 還是整個榴槤來 我們怎樣去應對 這些現在在氣候變化下 這些這樣的超級颱風帶來的災難 所以 今天 阿網辣爆 從公共行政管理的角度 希望辣醒我們的官僚架構 官僚體制 再不要這樣僵化 再不要這樣鐵飯碗 真是要有同理心 知道民間疾苦 尤其是 張建宗政務司長 真是希望你跟進檢討 政府真是需要制定 一個緊急停工的政策 或者是修改法例 以適應政府在應對 這些災情的時候 可以應變 但是除了修改法例 大家都知道要搞得兩三年 如果等政府搞完就不用應對了 所以我認為政府都不要卸幫 必須要醒一醒 檢討你們的行政管理 怎樣去應付緊急危機 多謝各位 多謝